對巨蟹座要說聲恭喜,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巨蟹座,來到豬年最後一個農曆月份 在農曆12月,即是由聽到這段錄音開始直到去夏年暑年新晶頭之前 運勢會如何呢?值得恭喜一下 另外,我現在開始會給大家看星盤 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又回到好評圖 原因是這樣,我以前在我面前有塔羅牌 首先,大家知道我怎樣弄星盤嗎?為什麼會這麼準確呢? 因為第一,我有牌,然後雙負雙城 第二,將牌的結果,看看如何加在星盤上 我以前做這些影片做講解 第一,是看著我前面的牌 第二,我又要看星盤 但是那個星盤怎麽來呢? 我很少會開電腦 我便將星盤的資料插入一張紙 然後順便插入一張文章 所以,其實要多插入一張紙就很浪費時間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不如索性一路看著星盤 好像現在這樣一路說 然後大家又可以看到星盤 都更加明解發生了什麽事 所以我覺得是一舉兩得非常之好的 好,我先走過來 非常之值得恭喜巨蟹座 因為這次我們會終於做一個很大的抉擇 是一個什麽抉擇呢?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會有一些一腳踏兩船 不一定是講感情的 但總之是一些吃光兩家茶禮 一腳踏兩船 兩頭不到岸 即是要左右兼顧的一些狀況 搞到自己是沒有資源去應付的 什麽叫資源呢? 大家找我塔羅 都應該收過我的template的圖畫 去解釋在西洋的玄學裏面來說 資源是涵蓋了些什麼 如果你們沒有收過 記得找我塔羅才預約 總之沒有資源去處理兩邊的東西 正所謂十個茶壺九個蓋 現在就是兩個茶壺一個蓋 不一定是說情感 不一定是說你是一腳踏兩船 但亦有可能 有些時候 不是說以前 但有些時候 我經常都說 唉 如果你不決定 宇宙會幫你做決定 對吧? 即是有時有些 這個世界上有些星象 就是有些星象 是會宇宙幫你做決定的 你選不下 要飛走誰 那宇宙就幫你撇走一個 但是這次 為什麽我經常 三番四次強調要恭喜各位上星或太陽的巨蟹 因為這次宇宙把決定權交給我們 然後我們是有這個自由而是 我們是有這個能力去做這個決定 究竟不要哪一個選擇 A和B餐 即是你吃不完 那你究竟不選哪一個餐 好 我們看看星圖發生了什麽事 今次呢 即是新月 新月代表日月相談 但是今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有一個很出名的 即是今次這個新月 是一個日幻石來的 一個Solar Eclipse 大家知不知道 在香港我不知道能否看到 但好像有些高位度地區會看到 OK 然後這個月相合 旁邊有一顆木星在 看不見到這個好像四字這樣的東西 阿拉伯素木字四字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一個很可愛的圖形 跟著有個R字 這個就叫藍膠點 如果在印度精神學叫Ketu 或者是已經融入了紫微叫繼道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圖形 還有我想說 凡親有這些什麼 什麼食什麼食的東西 那些Eclipse那些東西 我們永遠會看到日月附近 就是有個 這個下面黑色的 好像白爪魚一樣 那樣的東西 總之每次有些什麼什麼Eclipse 那這些日月附近 就會出現這個 現在是否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Cursor 看不見到 是 有任何的Eclipse 那這些月日 這些公仔 附近就會出現這個 白爪魚的東西 因為其實 這個白爪魚的東西 我們是叫一個Node 就是月亮運行的軌跡 剛好交替了個位置 但是因為它們不是正在搭 所以這次是一個日幻式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個日月和黑色白爪魚 它們真的搭 我們就會看到一些Full Eclipse 就是一些全食 就是那些日全食 就是月全食 一個 小小的天文知識 好了 那 然後 日月雙塔 在巨蟹的對公 然後 太陽是管我們的錢 OK 同時 我們發生著 這個 這樣的東西 OK 就有這個 逆行中的天王星 在金牛那裡 然後 天王星 和日 都是管我們的資源 對了 這兩樣東西都管我們的資源 OK 在這個New Moon加Solar Eclipse之下 宇宙給我們一個決定權 我們 基本上是要看 我現在這個螢幕 你們看到這條 藍色線發聲的東西 對了 OK 宇宙給我們一個決定權 我們 他跟我們說 我們不夠資源去處理太多事 對了 兩件事或者異常的事 不夠資源 你自己去好好想想 巨蟹座自己好好想想 你究竟要劈炮哪一邊 不怒 所以我們是有這個自由意識去做 所以我才恭喜大家 開玩笑